苹果公司已经发出4月20亿新品发布会的邀请函 业界普遍预计届时苹果将退出新款的iPad Pro 苹果的邀请函并未透露太多信息 但稍早有记者在问苹果Siri语音助手问题时 已经发现苹果新品发布会的消息 法国雷诺汽车已经开始和工会进行协商 为延长西班牙四处工厂中三处的停工时间做准备 车用芯片短缺的情况或将持续到第三季 为了防范 雷诺打算把三家工厂的停工时间延长到9月底 博银公司三月飞机新订单为196架 扣除取消的订单后 净订单数为40架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净订单为证数 分析认为 随着中共病毒疫苗接种的日渐普及 航空业将会迎来旅行需求恢复的局面 德国数据局主管表示 WhatsApp和脸书之间的数据共享正在进行中 因为缺乏用户自愿或同意 德国数据局为此正在启动一项正式行政程序 来防止大规模非罚数据交换 并希望在5月15日前达成协议 新唐人记者郑志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